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夏天要到了 怎么准备晚餐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满身大汗 所以要很轻松很简单的上菜 所以我为大家设计黑胡椒咸猪肉的沙拉 这个黑胡椒咸猪肉 在我们这次端午节预购里面也有 那平时我们合作社架上也都有 这边看到我用蒸的方式 你可以用电锅你也可以隔水加热 时间大概8分钟左右 知道怎么判断熟了没吧 看颜色喔 然后这个肉汁啊不要丢 因为等等我就可以倒进去 我要拌沙拉里面 在这同时呢我就炒菇类还有甜椒 菇类的话我通常不会洗它 我只会把它拍一拍啊 有杂质的东西把它去掉这样就好 不然你的香菇很多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都煎不香 因为它水分太多了 其实这样就可以上桌是一道菜 然后再来啊我要教大家 终极版的就是你再炒一下 因为这样子就把它炒得恰恰 是不是跟你从头到尾去煎 它可能会煎得过老过硬的困扰 用这样先蒸后煎的方式 就完全让你把它去代掉了 跟你讲超好吃 这是真的台南站的朋友们都会吃到 然后这一个沙拉呢 我用了菇类甜椒 然后还有水煮蛋 还有现在很多的罗曼 然后还有番茄 那肉汁呢跟环莓果酿 就是我的拌料 就只有用这样子而已哦 所以那非常简单 然后又清爽的料理 教大家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